柯市府新公宅將有35戶免抽籤 只要年輕人有才藝來提案 我很會彈吉他 那我就會說 我每天到老人製造中心 彈吉他 真的 這個可能會入選 這個會入選 柯市府對年輕族群勢力多 育兒更是大撒紅包 原本私交補助 四歲沒學期2543元 現在要嚴你加碼 三到四歲沒學期 補助一萬三千五百元 我覺得一個月補助那麼多錢 當然有幫助 註冊費大概就差不多 要將近十萬了 對啊 但是還是多少有點幫助 湊不到公有 湊不到公有 它會生氣之外 公有跟石油價格差太多 所以我又沒有辦法 馬上給你蓋一大堆公有 那怎麼辦 萬一你沒有湊到公有的話 你去念石油 我要給你補助 讓你那個生氣的感覺可以減少 北市民聽到都好有感 柯文哲陸續推出的育兒大禮 零到兩歲原本有育兒托育津貼 生兒胎再多給三千元 資料補助從五歲擴大到三歲 學費更是補貼到一萬三千五百元 這麼好 好看明年九月上路 恰巧十一月 市長選舉遭質疑是政策買票 每一個政策就是要讓人民高興的 難道我們會說明年選舉到了 所以反正會讓人民高興的政策 明年都不要推出 這邏輯也是很奇怪的 選舉年社福紅包擄獲爸媽心 柯文哲自有一套說法 送得理直氣壯 趙文哲成文台北報導